Hello 大家好 我是 Patricia 欢迎回来 之前已经做了Lisa Rose Jenny的美甲 这期我们来做基础的同款美甲 Unistella之前在她的Instagram上发布了这款美甲的全貌 我第一眼看到时就觉得 这个很简单嘛 不就是裸色再加个钢珠吗 但我翻到第三张时才发现 原来小心机在这儿啊 并且与此同时我还发现 原来Unistella也是用的穿戴甲 粉末系列的美甲都是长甲 所以和前几期一样 我这次还是做的穿戴甲哦 当然喜欢延长甲的妹子可以自行改成延长甲 这次和Jenny的那款一样 也是用的杏仁甲型的甲片 按照自己指甲的大小挑选好甲片后 用美甲条稍微打磨一下甲片边缘 使边缘平滑 打磨好后用酒精擦掉灰尘 准备好后开始制作穿戴甲 首先在指尖的位置涂上粘钻胶 准备一些这种不规则的糖果纸亮片 然后在刚才涂了粘钻胶的位置上放上一些亮片 不需要很多 放好亮片后找灯 在指尖处涂上网卡111 大概涂1-1-1甲片的大小 流出的空白处要略小于自己本甲的长度 涂两层 涂一层加固胶找平假面 为后面涂单色做好平滑的基础 在假面上涂上裸色 我用的是网卡081 涂两层或者至完全覆盖下面的银色 然后涂上封层 准备好小钢猪 没有适合小钢猪的可以用圆形珍珠夹擦摩镜粉代替 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我去年的冰雪奇缘款圣诞美甲视频 像视频中一样先把假片翻过来 这个银色部分好闪 太好看了 大声和我念出 闪耀如你三连走起 谢谢 在指尖处涂上一些免洗粘断胶 然后放上小钢猪 再封好钢猪底部 防止脱落 这样其中一个指甲就做好了 其他的指甲的做法是一样的 区别只是有的钢猪放在了指甲的表面 有的只是做了银色部分的点缀 为了银色部分展现出最佳的效果 我特地事先把指甲给磨短了 左手是没有磨短的状态 这样戴上去会遮住银色的效果 诶?不对啊 长甲足够长的话 直接做不就得了 这次还是用的这种薄一点的果冻胶 两种果冻胶的对比和使用要点 在之前BLACKPINK的三个视频里面已经说过咯 这次就不再啰嗦啦 根据夹片的大小选择适合的果冻贴 然后接掉牛皮被纸 把夹片贴在自己的指甲上压紧 用同样的方法贴好其余的指甲 这个就是最终效果咯 翻过来再看一下 闪闪的太好看了 这个是大拇指的样子 到这期BLACKPINK HOW YOU LIKE THAT回归系列就做完了 但爱豆同款系列不会停止的 大家有什么想做的明星同款 可以打在屏幕上或者视频下方 发图片私信给我也是可以的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关注、点赞、转发、来一波哦 我是Ptrish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